先和阿努谈谈谈大市的走势 稍后我们再谈谈个股 知道大家很心急的 看到上星期五收在25377点 全个月计算是升了801点 最后一个星期就转弱 仍然遣守在50天线流上 看到周末期间 就是内地公布了10月份的製造业PMI 49.2 连续第二个月就在50以下 是一个收缩区间 也低于市场预期的49.7 港股跌了4天 上星期五大家都形容的市是很闷 上下波幅只有200点 这个星期走势会怎样呢 你觉得是否在明确方向 会在联储局议息会议公布了之后 才会明确一点呢 如果你说港股 应该都不会太看联储局议息会议结果 我相信这件事比较大的影响是美股 我们正有所说 消息可以是好可以是坏 看联储局的整体口风 或者市场对于滞胀的整体忧虑是怎样 所以如果集中在港股上 今天看到PMI出来是差的 但问题是是否市场没有反应过 市场是否完全 这一刻看到PMI 你要想的是市场会不会觉得很惊讶 如果你看第三季业绩 譬如之前也说 有很多不少的企业 很多中资股已经公布了第三季的业绩出来 其实普遍的业绩状况都告诉你是差的 这个问题是有些限电、限产的影响 特别说制造业的影响是更加之大 而非制造业都一样差 原因是还有疫情的相关因素影响 你现在说北京、上海这些一线 服务业最旺的地方上 一样面对疫情很多事情要停工 或者可能你说要暂停 或者是一定有一个负面 negative impact 在这里 所以你不会出现一个状况 我们股市回约了一个原因 人民银行就把钢筋的声音散除了 就是类似告诉你我不会钢筋的 最多都是做逆回购 修换你的短线流动性而已 但是问题就是又跌了下来 但如果有阶下还是对 dancing 动性已经没有了 Stamp emphasize 钢筋的 negotiation 通eden已被影响了 但是问题是在进行逆回购 内地的流动性是充裕的 route 但在特别的是刚才的问题 然后突然적인事情慢慢淡化 比如说明的现场 现在能源价格已下降 那么下方会不会不会限电辆的 幅度会减少故 been BURL 所以如果你做一些很短线部署 记住看短线部署 就是永远想下一步发生什么事 这一步是很差的 但是情况是继续叉下去 还是有机会转好 其实市场对滞涨的忧虑 舒缓的情况下意味着什么 那些东西有机会很转的 所以我觉得港股 暂时还未看得太负面 要负面我们之前 落到两晚五楼下 我们都很负面 那段时间它既然夹上去的时候 我们就说见步下 那步就是这样 上回来的情况下 现在唯一你要担心的就是 在陆中全会上 会不会有很多监管 有很多相关打击行业 有相关消息出来 多过扶持哪些行业等等 你害怕唯一害怕的这些东西 但是到时才算 我觉得暂时来讲 我想第四季的主题就是 有没有机会收复第三季的失敌 未必说要升上去 就是你要望到 整个第三季的跌幅没了 回到两万九三万 太过乐观了 是有机会的其实 但是太过乐观了 我觉得这一步就是看第二季 就是看第四季的状况就是 慢慢收复第三季的失敌 嗯 乐观一点 就是我觉得比较好观的预期就是 0.618左右 看到两万八左右 是 但是这一刻就是0.382 你望它做一个 类似头肩底的形态 是 所以后市来讲有机会的 短线来讲11月初 这些时间是 两万五载的水平 甚至假跌穿 嗯 穿一穿 二四 嘟嘟嘟嘟 有机会的 是 但是我觉得问题都不大 嗯 三分地你看到 你不是长期处于两万五流下 你不是见到一个沉底格局 你不是见到消息开始越来越负面了 那是OK的 近期有负面消息的 譬如科网上好像线上医疗行业 你见到有些打击了 是 但是其实预计是会有这些政策出来 是 有部分行业真的是差的 但是你说对于科网龙头来讲 是不是真的这么差 这个有保留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讲 短线是挨沽的 但是其实这一轮调整我觉得都OK的 因为你会分到一些强势股份和弱势股份 分得很清楚 是 刚刚说那些线上医疗股份 是不是尽量不要碰 是 但是近期跟着调整那些美团 京东集团 腾讯那些 调整完之后没有坏的 这些位置你吸纳 还买得舒服 所以暂时分清楚 自己买哪些类型的股份 现在还在讲一些 市场风头火勢 大部分人都不看好的时候 你又不要人气我脱 但是当炒那些 好像电动车 车库那些 我觉得仍然是OK的 是